看看新闻榜 这其中最让媒体关注的 无疑是这一对 娄逸潇 陈克 随着爱情公寓 一季连一季的播出 好男人曾小贤 和郁姐胡一菲的情侣档 在年轻关注中人气颇高 两位今天是以情侣档的身份 来参加活动的吗 我们是以兄弟党 兄弟党 对 因为我们算是很好的 很多年的朋友 兄弟兄妹都看大家心情 而以白色情侣档亮相的两人 可算是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这份兄弟情的默契 今天是巧合 我们两个一般都还蛮默契的 就是一般出活动 就是之前没有商量过 结果带来的衣服 还不算很巧合 受到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影响 请来热门影视剧的人气演员助阵 也成了流行模式 当晚娄逸潇 陈克 走了红毯 走梯台 人和戏一起宣传了 还顺带把本来平平常常的比赛 带出了些许时髦味道 经过几轮角逐 最后来自黑龙江的五号选手 于阳一举夺冠成为美丽天使 一号选手于嘉欣 十号选手魏雁尼分别摘得亚军和季军 最后来自黑龙江的五号选手 最后来自黑龙江的五号选手 最后来自黑龙江的五号选手